你别看他新车闹得欢 功率数大了 年头多了就开始拉清单 网友留言问我 小胡子打算长期使用 凯美瑞和麦腾选哪个 你给说一说 谁的发动机质量好一些 我的两个姨父都是麦腾的车主 他们的建议是让我买麦腾 小胡子你给说一说 他们等几个问题 你若打算开个十万公里 开个六七年再换车 那就是选麦腾 像你打算长期使用开车的 就必须选丰天凯美瑞 发动机你就干吧 说动力加速底盘不如麦腾 但是他比麦腾的发动机更坑干 你别看麦腾是2.07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 加速快 但是他的耐用性不如凯美瑞的发动机 你看他的新车那就欢 功率数大了就开始拉清单 大众涡轮增压发动机 必须加九数好球 不然他必会暴震 缩短发动机的寿命 两台车同样开个十五万公里左右 开没有发动机 啥事没有 只需要加九十二七 麦腾的发动机到了十五万公里 就是个卡 容易出现烧和漏的问题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几率大一些 原因是三层活山环 堵塞导致 解决方法用疏通机 疏通又可以 还有就是油气分离器设计的导致 还有一个回油孔过小导致 虽然现在第三代 第四代 DA888发动机 改善了很多 但是从病本上 娘胎带来的毛病 不能说百分之百解决掉 再一个 大众的双离合变入箱 他也愿意说毛病 运气不好 从买来车就开始修 一直修 把车凑理了 踩车结束 反过来 丰田开 他就省心多了 CPT变入箱 虽然混脑不那么积极 但是从事事须待步 用的路面是非常好的 不顿错呀 并且一档的起步 还有齿轮保护 没有任何问题 里面钢带也有 二十万三十万公里的一个 使用寿命 没问题 好 没扫百货了 那么四平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屏里去留言讨论 拜拜